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战友和亲人相继离去 令于显阳心痛万分 但他知道 眼下并不是悲伤的时候 因为秦子仍身陷虎穴之中 情势危机 领事馆 松井正因秦子的神秘失踪而大发雷霆 却见秦子湿湿然地从外面进来 当晚 在与显阳的配合下 秦子从自楼园绳索徐徐下降 然后翻窗进入松井的书房 就在他开打保险柜 用微型相机逐一拍下松井的武汉攻略时 小秋率队到来 他已收到严谨的快件 里面是一份与秦子的真实身份有关的证明 经过一夜跋涉 于显阳终于在南京郊外 结下了松井一行 一番激战 松井仓皇逃命 而渡边这一元凶 忠死于于显阳刀下 他要是吩咐 举办招魂计 小四郎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动神 动神 去哪里 司令官不是说去南京吗 你还不知道 司令官在码头遇刺了 所以我们恐怕还得在这里再耽搁两天 司令官遇刺 是谁呀 这么大胆 听说好像是寒山寺的住持合唱 秦子小姐 你有什么事吗 带我去见司令官 是 司令 进来 骑兵司令官 秦子小姐求见 让他进来吧 是 秦子小姐请 秦子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这个房间 你不可以进来的 我听说你遇刺了 不管于情于理 都应该过来看望才是 不过你来了也好 我正有件事情 想拜托你 请司令官示下 我想在 汉山寺 举办一场招魂机 想请你 为那些不幸遇碎的将士们 弹奏一曲普安咒 要是 我认为极其不妥 因为秦子小姐身上的嫌疑还没有洗清 这个时候 他不太方便离开领事馆 小秋科长 你是说我不用参加这个招魂计 对吗 那正好 我不用准备祭福了 小秋科长 关于秦子小姐的事 我好像曾经跟你说过 学生意志 接触一些 那就去 给他准备祭福吧 是 老师 我说老道你就别走来走去的好不好 你说你们俩在一起吧 就吵 这不在一起又惦记着 我惦记他 我惦记那臭小子 我是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能出什么事 老娘就 后来 前姑娘 阿云 阿云 我就说嘛 猫有九条命 你想想比猫还多一条命 交到你就没办过我好了 这回真是多亏了靳远大师 还真是 好一个大和尚 确实了不起 有一个典故叫什么来着 图穷比线 杀杀杀 刀就在手上了 乖乖 这简直就是荆轲的风范 我说各位 不能让松井就这么把石碑拿走了 但是要和松井斗下去 就必须先把秦子姐救出来 曾楚南牺牲钱就曾经对我说过 他最放不下的还是秦子姑娘 我们日方的消息全靠秦子姐 一旦和她失去联系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晓得了 不一定 怎么说这么多年 我们和小鬼子打了很多次的交道 猜她个一步半步 还是能算得出来的 那咱们今天就大胆地算一算 这次武汉战役 日军损失载重 而松井 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官 第一 他摆脱不了日军总部对他的谴责 第二 作为日军的高级将领 他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我听寒山寺的师父讲 这个松井要办招魂计 招魂计 什么叫招魂计 是一种祭奠亡灵的仪式 全名叫做天照大神招魂计 对 这个我在南京见过 张牙舞爪的跟跳大神一样 跟我们救人有什么关系 老道 你忘了 秦子是日本有名的秦师 松井办这种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怎么可能不让秦子去呢 对 据我所知 这种仪式必须要有秦师参与 因为日本人相信 弹奏佛曲可以超渡亡灵 那就好 只要他出现 我们就有机会 郭长官 你说上海领事馆 有我们的内应 是吗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里 有我们四个新四军的同志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同志 帮我接上海领事馆 这里是苏州领事馆 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袁淑 我是秦子 日语发音是进口 拼法是口头口 腾天队长 他开始打电话了 快去禀告科长阁下 我知道了 你是自己人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请尽管说吧 我的通行证快过气了 能帮我补办一张吗 当然可以 要在寒山寺举办招呼机 想请我在祭典上 演奏不安装 没关系 我可以先帮您办好 您随时可以过来拿 非常感谢 不客气 对方是哪里 上海领事馆 竟是我些废话 对了 有一封您的邮件 已经转去了苏州 估计 明晚就到了 好的 我知道了 邮件 明晚就等 你这次光荣归队 要好好庆祝庆祝 要好好庆祝庆祝 来 解药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是不是又在琢磨琴子的事啊 曾长官牺牲了 琴子姐现在又联系不上了 我实在想 下一步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别着急 我和楚南老弟 虽然接触不长 我敬佩他的为人 更信服他的判断 眼下 我们当务之际 最应该考虑的 是沉着冷静 可我们不能就这么等着呀 现在多拖一分钟 就多一分的危险 我想我们现在更需要的 是准确的时间和地点 你说的没错 我在想啊 松井这个老狐狸 要是真要在这里 举办鸡鬼的话 在苏州没有第二个选择 只能是寒山寺 我刚才也在想 干脆 我们在寒山寺守株待兔 我看行 郭掌柜 来自武汉 应该是上级长官的几点 胡尚训 冬主你于寒山寺 操办计事 贵宾一职 届时永诵慈咒 普安十方 望出席为盼 南江九 这什么意思啊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松井是要操办丧事 而且出席仪式的就有秦子 机会难得 既然消息已经确定了 我们这回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怎么了 向阳 向阳 在这短短的几句电文当中 一定蕴藏着深刻的含义 操办计事 普安十方 你看啊 护尚训 就说明这消息来自于上海 秦子被软禁在领事馆 无奈之下 他只能通过上海的通知 把消息传递给我们 上面信息交代得很清楚啊 秦子要参加招魂记 在寒山寺 不 我想不会这么简单 他要说的不是这些 操办计事 普安十方 他要说的应该在这八个字当中 普安十方我晓得 说的是普安咒 是一支琴曲 这支曲子 我爹不是教过你吗 是啊 后来靳远大师还给了我一本琴谱 他给你一本琴谱 嗯 哦 他给你一本琴谱 哦 那就说明 他这话是说给你听的 我 操办计事 普安十方 我明白了 在这八个字当中啊 藏着一个金蝉脱鞘的妙记 爹 等救完琴子姐之后 我们 就去找松井拿诗碑 你放心 我和显阳一定做到 爹 我向你发誓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把这块诗碑 追回来 我喂 嘿 我會 我来 好了 爹 Write 请 什么东西 小丘科长为秦子小姐定制的祭符 这边请 老娘舅 按计划分头行事 务必要小心起身 我会的 走 阿元 就看见他吧 一会儿贵宾一到 就立马换衣服 衣服不合适可以改 但是不能耽误了皇军的大事 只是要掉头的 明白吗 是 进去吧 是阿宝让你们来的 阿宝哥让我们来配合你们的 专题时间吧 嗯 秦子小姐在哪里 司令官 我这就叫人摧摧 不必了 秦子小姐 你 秦子小姐 你 我们今天是去参加招魂祭 不是去参加舞会 你看看司令官阁下穿的这一身 而你花花绿绿的还带来一朵粉红色的花 你什么意思 是 小秋客长 你不是在寒山寺已经给我准备好祭福了吗 走吧 解阳 阿云 千万别慌 陈主席 我会一直看着你的 放心吧 郭察官 唉 看好吧 不到万不得已 谁也不许开枪 是 可以 你不许开枪 看得不羞 还是要是 冒免啊 快走 你不许开枪 你不许开枪 哪里 ring 容管 来 怎么了 听说 你把家人都送回老家了 对啊 送回家下 住两天 说实在的 这个时候 给自己留条后路 也是应该的 谢谢好兄弟 司令官阁下 请允许我 告退更衣 索德 在 带上你的人寸步不离 是 快 进府呢 都准备好了 去看看 是 快 没有发现情况 秦队小姐 请进去更衣 咱往下 咱往下 快 去吧 好 咱往下 走 走 别慌 沉住气 你们几个守在这里 太军慢走 秦子姐 姑娘 我们的人在北边等你呢 你先走 顾长官他们在这边 跟我走 好 阿元他心不尽 这样谈下去非出事不可 不行 我得回去 秦子姐 你现在去也来不及了 这里有我呢 你得先出去 走 秦为新生 心有所思 我愿意不及了 心有所思 我愤怒 亦可自在 可欢喜 亦可伤怀 取 你应该是 没 可能 要不得了 你得不愿意 你们可算来了 怎么样 还顺利吗 还行 还算顺利 应该没出什么错误 太好了 那我们快些离开这里 你们先走 我去接阿元 小心 好 来 这边走 走 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忠君 你们先走吧 是 小秋科长 在 同志海军给我准备好船 我今天晚上就动身前往南京 老师 你今天晚上就走 怎么 你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是这样 严警局有封密函 此刻正在路上 密函 难道密函 与那个金钗有关吗 是 那好吧 我就等密函到了之后再动身吧 说心里话 我也真想见见他的鲁山真面目 要是 任渡兵护送您去南京吧 站住 我尽力行检查 现身 你们俩干 守住这扇门 下车 站住 你要干什么 我认识你 你是那个 刻背师傅的女儿 是不是 跟证 把门打开 我也认识你 是你杀死了吻爹 你怎么知道 难道 你看见了 没错 我都看见了 这么说 那天晚上 你也在阳城湖 别过来 放心 我不杀你 我要好好地补偿补偿你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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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血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放开我 快跑 丘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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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吧 花姑娘 来吧 哈哈哈 死了 死了 白娘们 是所藏的声音 请看看 阿云 阿云 我来晚了 你没事吧 起来 好 草腾俊 草腾俊 追 来 五哥 鱼老弟来了 我们来找你配一把钥匙 好 来 你别说 说 说吧 这次要开 开什么所 应该是个保险箱吧 保 保险箱 什么牌子的 日本产的 兼工室手提金库 手提金库 这可是特 特制的手提箱子 什么尺寸 长 三十五公分 宽十五公分 高十五公分 岳老弟 你稍等一下 好 来 现阳 这个师傅 靠得住吗 五哥 自己人 放心吧 保险箱里藏着进攻计划 否则我就不会冒险出来的 这个你放心 五哥可是苏州城里手艺挺尖的 就没有老五开不了的锁 拿大实施的 没问题 他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 小邱科长 在 你不会是在跟我说中国了斋之一中的故事吗 老师 学生这次也是百思不得其见 小邱科长 我对你最近的表现 非常失望 我甚至开始怀疑 你是否适合在特高科里认职 请老师责返 遗憾的是 我现在已经无权处罚你了 还是让田军六来决定你的命运吧 玉老弟找到了 看就是这两个图纸 一把弹子锁 一把马判锁 还有报警装置 如果锁和密码错了 铃声就会自动响起 单案子锁简单 我可以配一把钥匙出来 但这个马判锁 小的马判锁怎么开码 它需要非常好的听力 你看 转盘推动箱子里的突轮 突轮只要一卡住正确的凹位 就会发出非常轻微的咔嚓一声 这个你放心 我受过训练 虽然我有把握 但是机会只有一次 所以你还得帮我讲一讲这个锁的结构 越详细越好 那干脆我给你找一把金色的马判锁 拆开一下给你看 好 送的 显阳 钥匙一配好 马上给我送过来 放心 无聊事 还有几样东西 你都要事先准备好 你说 老师 如果琴子小姐逃跑 那不就说明 她就是金钗吗 俗话果然说的没错 谁人背后不说人 谁人背后无人说 小秋客长 你这样在人家背后飞短流长 似乎不太妥当了 琴子小姐 你不是已经失踪了吗 我只不过是觉得有点累了 出去透透气 司令官阁下 我想回去换身衣服 先告辞了 好 哼 真不明白 你们都在搞什么鬼 请老师放心 上海领事馆的密函 今天晚上就能到 到时候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好 但愿吧 说来奇怪 只有当你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 你才能静下心来 好好地回想一下 这座停留了很久的城市 那也许是因为 你平时光顾着打仗了 怎么 你很烟雾这场战争啊 司令官阁下 如此安静的夜晚 如此安详的古城 一旦战火连天 杀戮四起 那岂不是太煞风景了 如果战争 能把这美好的风景 永远留在大日本帝国 那就完全值得了 恕我直言 这世界上的任何风景 都属于它原来的地方 不管什么人 无论什么力量 都带不走 好 骞子 你没有经历过明治二十三年 日本的经济危机 你不知道资源匮乏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 意味着什么 只有依靠战争 才能让我们大日本帝国 摆脱困境 走向富家 战争 战争 战争只会带来流血和死亡 只会让无数个家庭骨肉分离 你刚才问我 是不是很厌恶这场战争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是的 好了好了 我们不要讨论这个了 骞子 我想好了 回国以后 我准备在热海间一座寺苗 战争结束以后 我希望你 能去那里长住 不必了 我很清楚 只要战事一开 每个人都必将身陷其中 根本无法逃避 我在国内的时候 看见报纸上 每天都宣传着什么三月王华 可是从七七世边到现在 九个多月过去了 结果呢 司令官阁下 有一个很现实的假设 那就是 如果中国政府不投降 就这样和本国耗下去 三年甚至五年 请你告诉我 最后的胜利者 会是谁 骞子 我怎么突然发现 你像是变了一个人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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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边军 在 马上集合队伍 集合出发 我们去律师馆 是 棘子 锦柴 东西都带齐了吗 要是 赵相机已经装好了交绝 开始吧 这里正对书房的窗户 你就在这里等我 下边有卫兵 抬头就能赶紧你 姐妹要小心 放心 我能衣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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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略先生 所有的门全部封锁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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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有点意思 我真不明白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一个教官教的 曾楚南 楚南征 刘志 刘世新 秦子 钦差 我到底应该怎么称呼你 李秦子 无所谓 因为这三个名字 都是我一个人 钦差 你是朝鲜人 司令官 你的眼神似乎大不如前啊 难道你一直都没有发现 日本针是十三根弦 而我这张琴 却只有十二根弦 是朝鲜琴 没错 这就是我们朝鲜的家耶琴 他跟着我 从北方到南方 从故乡 到异乡 算一算 在一起飘荡了 也有二十多年了 每当谈起它 我就想起我那沦陷的祖国 受辱的同胞 还有被你们杀死的父母和兄长 原来如此 小丘科长 在 但你准备怎样处置他 既然他向敌方提供情报 致使我军蒙受重大损失 学生认为 理应究竟正法 钦差 听清楚了吗 我听清楚了 不就是死吗 那很好 远胜于屈辱的活着 想死没那么容易 我要把你带回日本去 让你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你休想 这可忧伯的你 我也许无权处置自己的身体 但我可以保留 最后的尊严和自由 快出医馆成就 司令官 来不及了 司令官阁下 海军的船 正等着您前往南京 我知道了 是 小丘科长 在 这里 就全都交给你了 是 我走了 司令官 一路顺风 拜托了 赶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金字节 金字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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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芸 阿芸 不要哭 不要哭 最后一击了 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要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等我拿到松井的计划 你就马上送到武汉去 明白 显阳 我真是搞不明白 为什么要死那么多人 我爹我娘 你的两个父亲 还有弟弟妹妹 还有三叔骆驼蛋 曾长官 现在连亲子姐也走了 阿芸 这样跟你说吧 小鬼子要的是我们整个国家 我们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 下鬼求饶委屈求全 第二条 跟他们拼了 收拾自己的尊严 是 你刚才说的这些人 都是敢拼命的英雄 放心吧 我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的 咸阳 就差你了 我要去把后面的事情办了 你在苏州等着我 我一定会回来的 嗯 我等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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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能以快打慢 要不然城里的鬼子一出动 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以快打慢 你 咱们就一辆显阳开回来的车 你 我 显阳 郭长官 撑死了才加上两个人 那一共才六个 松井老鬼子的卫兵 最起码二三十人马 怎么打 郁显阳 你是南京人 你说怎么打 显阳 嗯 想什么呢 哦 没什么 我正在 向秦子姐 她肯定是把情报藏在石碑里了 她知道松井会严格地检查她所有的物品 她牺牲自己 就是要向松井证明 即便有什么情报 也不可能被泄露出去 所以我们 必须马上去南京 郁老弟 秦子姑娘是好样的 等我们到了南京 杀了松井 就可以为她报仇了 不 松井不能杀 如果杀了松井 鬼子会对我们为队冻结 而我们只能假装杀她 让她只顾报名 这样我们才能解惑石碑 石碑是我们苏州的标志 要是被松井带回日本去 那可是再也拿不回来了 大家舒适一下 马上出发 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全都让小鬼子杀没了 这把杀千刀的 一点人性都没有 尊随不促死我 郭长官 那边就是一江门 边上就是下关码头 松井要进场 这里是逼近之路 也是咱们大夫妻最理想的地点 咸阳 你对这里的地形书 这一仗就由你来指挥 我们都听你的 是 大伙都听着 咱们是一烧打多 而且志在石碑 关键是虚张声势 让松井摸不着头脑 所以咱们不宜恋战 都听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 太军 奉上级命令例行检查 请出示证件 太军辛苦啊 干什么的 没看见司令官的撤队 赶快放行 太军啊 怪我有眼无珠 没办法 上面的命令我必须检查呀 胡乌蛋 其实什么宝贝啊 还怕看哪 好好好 不看不看不看 太军拉的宝贝不能看哪 赶紧放行 放行放行 走了走了 好力了好力了 进吧 再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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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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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告诉国长官 把士兵带到燕子季去 你去哪里 我去送给旧长 回头给你们回合 你 小心点啊 我们和司令走散了 我知道 一群废物 帝国的耻辱 是 那我们怎么办 就接防守 等待援兵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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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这里很安全 嗯 没错 就是这里 你来过这里 攻打南京的时候 我跟叶天军在这里 杀过五个人 队长阁下 您说的可是杀人比赛吗 杀了一百多个平徒百姓 毫无乐趣可言 我只想尽快回到战场上去 多看几个敌人士兵的头 走 屎 走 来啊 快来啊 大大大 打打 打打打 打打打打 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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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吧你们 来 是羽咸阳的家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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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水阳 你果然是个只会 躲起来打冷枪的懦夫 有本事 像个男人一样 和我来一场公平的较量 公平 你拿着刀 看杀手无寸铁的老人 和孩子的时候 想到过公平吗 我已经等你狠着了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了 你的家人 就死在这里 来啊 报仇 你就是个人渣度鞭 用枪解决你 太便宜你了 好 好 好 这 我 别着急啊 一会儿就等全家团聚了 一会儿就等一会儿 一会儿就等一会儿 真没受死吧 也死不了 臭鬼子 你 开门 让我开门 有 大伙儿听着 黄军来此捉拿要饭 所有人不得包庇窝藏 不然同罪论处 行 跟我走 顾三贵的等你呢 顾三贵的等你呢 顾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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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小伤 没事 你的仇都不好了 旧长是了了 可就怕心仗又来了 松井这个老鬼子 为了石碑 正派兵私主搜捕我们呢 这松井这老鬼子 怎么就不死心呢 非要把这个石碑 给弄回去啊 这老鬼子动作还挺快 这两块石碑 还是太扎眼了 要不我们化整为零 怎么讲 我解副课的那块石碑 我们留在南京 另一块装上船 走水路运回去 这倒是个好主意 老道 那可就辛苦你了 你要留在南京 把秦师傅这块碑 给藏起来 没问题呀 等办妥了 我再回苏州 胶卷呢 在我这里 显阳啊 你把他交给显春雨 让他交给他的上级 记住 千万不能经过第三支手 这个你放心 这是秦子姐用命换来的 一定不会有什么闪失的 你要去哪里啊 我呀 准备过江 直奔晚南 这么急 不急不行啊 我得过去 组建新的游击队 组织上 已经正式批准 成立苏州游击队 你是队长 你要记住 多杀鬼子 保护人民 保护俗州 显阳 我永远记着你说的那句话 作为一个军人 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 赶出中国去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才能过上好日子 司令官阁下 时间一到 我们启程吧 知道了 你先去吧 松井两手空空地回到了日本 同时也被解除了军职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零时 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送上了绞刑将 这个亲手炮制了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前本出客的那块 封桥叶博碑 一直留在南京 现存于南京总统府内 供游人欣赏 春意姐 路上小心些 都保重 你们放心吧 祝福你们 等打跑了鬼子 你再来苏州 我们等你 嗯 保重 行 那我走了 由于松井炮制的武汉作战计划泄密 导致日军 所谓的初夏攻势 土崩瓦解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 日军大本营 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对华作战方案 而我方则赢得了最为宝贵的时间 不但在重庆建立起了新的大后方 而且是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进入了关键性的相持阶段 飞 飞回来了 飞回来了 给我看看 咸阳 你还记得自己讲过的话吗 等把小鬼子赶注重过去 我就卸甲归田 继承你父亲的手艺 到时候 我一定找一块大大的石碑 把他们的名字全都刻在上面 让咱们的后代 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 走 走啊 快 很多年以后 我爹 我爹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他留在苏州 成了一个刻碑师傅 对于他来说 他刻的 不仅是一块块石碑 更是一个个故事 是许多我们不能忘记的故事 我爹